前進新世界Money大自由 大家好 我是慶儀 我們今天要帶您前進 台股再創新高的世界 YES 台股就是這麼強 在封關的倒數前三天 今天這個收在最高一八一九六 那麼接下來呢 這個萬九感覺就在前方 你手中的持股 要怎麼樣來調整呢 待會有一連串的投資密碼 報給你知道嗎 我們先來看到一連串最新的消息 首先就來看 這邊很多投信 對於明年的臺股 是行情非常之看好 像趙鋒就說 明年多投不止 甚至有人說是潮血優質型 什麼意思呢 臺股在創高之後 還會再拉回嗎 這是什麼另外一個進場的時間點 最後在年中之後 又會再創新高嗎 另外來看 這是這個新竹市長林志堅 丟出了這個震撼蛋 他說他願意放棄 這個大新竹選舉的這個事情 因為他說升格跟參選 是不能兩全 他想了半天 他應該要做什麼樣的選擇 最後就做出了棄選的決定 那麼另外來看這個政壇 裡面現在風生水起 我們看到很多風風雨雨 包括了說有人說 反對竹竹病心中才有鬼 柯敬明就嗆朱立倫說 你是怕這個樁腳不見吧 這是一個鬼扯嗎 到底誰是機關算盡 我們待會一塊來看 另外看這個韓國的企業 二零二年的目標 就是要撐下去 但是現在看到這個韓國經濟 好像二零二二年表現很不錯 那為什麼這個最新目標 是要撐下去 韓國的企業目前的現況又是如何 待會兒來解密 馬上先介紹我們今天現場的來賓 這邊是我們財經專家 世聰哥歡迎 親一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惠正歡迎 親一好 大家好 我們這邊是科普作家 潘老師歡迎 親一好 大家好 總體經濟學家 吳老師歡迎 親一好 大家好 古民百憂姐 阿哥歡迎 親一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到 昨天看到這個是我們的新宿市長 林志堅丟出這枚震撼蛋 因為很多人在說 這個是不是這個時候推出 這樣的一個合併案 是不是有這個陰人設事的一個問題 他說這是一個很重大 他覺得應該是一個正確修法的方向 那麼如果大家覺得這個修法方向 出現了一個阻礙 阻礙是他本人 他自己的話 那麼他就棄選好了 把這個阻礙的時候 給搬開 那做出個決定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的整個各方 很多人在做不同的民調 有一些民調 我們給大家一起參考 比較一下 這邊是綠黨做了一個民調 竹竹病方面 同意的人是明顯高不同意 有一倍以上 百分之五十六點五的人是說 Yes 可以竹竹病 那不同意是二十四點八 那麼竹竹苗合併的話 同意只剩下兩成 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一點六 就是說不同意 另外再看到這是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做的一個竹竹苗方面的 這樣的一個支持度的一個民調 那包括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呢 基本上呢 這個贊成的比例都蠻高的 這是竹竹苗方面的合併 剛剛剛剛跟那個的 這個整個反對 有七成以上就有明顯的差距 這邊的反對就只有三成 這個落差其實有一倍以上 所以現在感覺上 民調的顯示數據 是挺分歧的 我想先問一下我們現場來賓 我們現場也做一個民調好了 你們的看法又是什麼呢 贊不贊成這個竹竹病 或是竹竹苗病 大家的意見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 世聰哥是竹竹加北苗栗 你還提出新的選項 這也是有人在考慮 他就是把賠的落後的窮的 給人家踢掉 沒有我覺得如果你用科技整合 我是就事論事 如果你要從科技整合 科學程的角度來看的話 新竹縣市的確是半導體的 比較上游 但是你要竹南那一帶 現在包括台積電 有一個三千億的先進風裝廠 在那邊 包括說前一陣子 不是爆發什麼風裝測試 超風一大堆確診的 他們都在竹苗 都在竹南 所以如果你用整合的眼光來看的話 你應該是把晶圓代工跟封裝 整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比較合理的 從產業的角度來看 是這個樣子 OK好 這是台灣矽谷就丟完好 把整合在一起 他是資本主義 我是人道主義 你把人家苗栗值錢的奧起 那你叫人家剩下來 要怎麼過日子 所以我是不贊成贈 我是支持竹竹苗病 那主要幾個點 第一個點是 其實我們都知道新竹 他繳稅其實是已經是在排行前面 但是因為他們沒有合併的關係 所以他們取得的相關的分配款 是比較少的 那這樣子其實對新竹納稅人來講 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是支持合併 但我認為呢 你只有竹竹北苗合併 這樣太超過了 我會 基於人道主義 我會竹竹苗合併 好 人道主義跟資本主義 不一樣的答案 好 這邊贊成竹竹苗病 我倒是覺得 當然在地人的想法 我覺得是最重要 要去支持的 那目前看來的話 似乎大家都是支持佩 但是呢 苗這邊的話 有人談他們 他們其實對於 佩這件事情也挺開心的 所以其實我也是支持 OK 你是這個尊重鄉親的意見 沒錯 中親 竹竹病 竹竹苗 不病 不用 因為新竹縣市的話 它這個本來就很緊密 那交大 那個清華 還有那個科學園區的話 新竹縣市打通 合併是可以的 樂見其成 竹科本來就是都有嘛 竹竹病 那為什麼竹竹苗 就是苗栗主要是 那個當初 工業用地的關係 有一些科技廠 設在苗栗北邊的竹南 那他們知道那邊是苗栗 還去設廠 那他們就 如果算在苗栗這邊就好了嘛 因為當初我們要擴充新竹科學園區的時候 有到新竹縣山裡面去找軟體園區 找新的科學園區或者生技園區等等 那你可以新竹市那邊不夠往新竹縣走嘛 然後他們有一些往那個苗栗那邊走也OK嘛 但是重點在於 重點是新竹縣 OK 好 阿哥是 竹竹病 所以他們本來就很相近啊 本來都是同一個文化啊 那苗栗有他自己的文化風格 我們還是留給他保留他原本的風格 各大縣市都還有他自己的特色啊 你把他併掉 我們的小孩就不知道什麼叫苗栗了 對不對 苗栗是有文化的一個 這個問題真的蠻複雜 這邊資本主義人權主義 這個特色風格鄉土這個民情主義 對也是不要把他挑撕掉 都差很多 世聰哥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苗栗突然變得非常的重要 這場合併大行李怎麼解讀 對沒錯 目前國民黨跟民進黨各有不同的想法 甚至連縣市首長都不同的想法 像民進黨來說當然是竹竹合併嘛 那現在民進黨的國民黨的這個黨主席 這個朱立倫拋出說 2026年是竹竹苗科技都先配套再升格 不過我們都講 目前有幾個大的這個合併的這個戰略 譬如說這個是苗栗縣的這個縣議員 曾文學他說出來的 他說什麼 大新竹合併不升級 那問題是現在就是合併 合併之後你又不升級 那這樣就只是回到你過去新竹市 升格為省霞市以來的 之前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好像對雙方來說誘因不大 再來就是大新竹合併升為第七都 那因為目前的這個統籌分配款來說的話 人均統籌分配款可能會是七都最多的 那如果你合併起來的話 會讓這個這個苗栗也反而更加邊緣化 所以苗栗有可能人口 會大量的往這個新竹來移動 所以這是人家擔心 另外一個就是大新竹加上苗栗一起整合 成為第七都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兩個 新竹縣市就服務員已經夠大 那你再把苗栗弄進來的話 那個面積非常大 而且城鄉發展區域差別那麼多的時候 反而會有資源不分配 分配不公的這個狀況 另外第四種說法是 苗栗新竹縣加苗栗縣合併 那這個其實這個也 這兩個擺比較小 兩個這個統籌分配款就少了 那這樣合併來說的話意義不大 另外就是苗栗北並新竹 南歸台中 那這個苗栗消失了 對但是如果這樣可能會對苗栗的 這個發不好 那這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其實這有他在這個產業界上面的這個 的原因 好 那為什麼大新竹要合併呢 事實上這個最早在推這個 所謂竹竹病的是目前的市長 這個林志堅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他說根據他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那個治理市政的時候 他發現到說其實新竹市是這樣子 新竹市火災在這邊有個舊城區 然後新竹科學園區 是其實靠近竹東這一帶 另外還有高鐵特區在竹北 另外還有竹北生活圈 這四個是目前新竹最最繁華的 那他就說希望說 用輕軌把這四個地方接起來 那這個地方接起來 然後就變成一個 可以共同發展的生活圈 那加上說譬如說竹科 竹科水的用法的時候 譬如說竹科的水源上游是來自於 這個頭銜溪 頭銜溪是新竹縣政府 但是這個竹科是屬於新竹市政府 所以光是要解決水的問題 大家就瞧不攏 垃圾的處理的問題 還有一些所謂環保問題 所以他一直主張 為什麼要竹竹病的原因 就在這個地方 那除了竹竹病要病的原因之外 他說因為為什麼 因為依照目前的 我們中央的這個統籌分配款來說 你看當然是直轄市拿的比較多 所以你看第一名是台北市 拿了524億 那另外一個 緊接下來的話 是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台灣市 他們幾個這個 幾個縣市都是排在前面 那新竹縣其實是排在 大概約末市第八 那這個新竹市是排在後面 這邊 但是他是說 我們新竹市這個GDP 包括說像整個竹科 GDP大概佔台灣的5% 那我一年可以創造 大概一千多億的營收的稅收 但是我拿那麼少 他覺得不公平 所以為什麼他認為說 新竹市加新竹縣 合併起來之後變成第七都 拿到統籌分配款會比較多 那這樣也比較符合 所謂的我們稅收 我們自己賺的時候 我們回饋到我們地方政府來 所以這是林志堅 當初的這個說法 好 那為什麼說其實 這有他的這個說法的 可以成立的地方 主要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竹科在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要說這個 目前的這個新竹縣 他竹科位置是包含新竹縣市 另外包括說寶山這邊 未來有非常多的 這個台積電的這個廠 那另外包括說像 竹北這邊有生意園區 生意園區 如果你把它整合起來 成了一個科技廊道 我覺得那樣說得過去 但是我剛才為什麼說呢 要把竹南放進去 因為竹南目前 有台積電的先進封裝廠 他投資了三千億 另外剛才我提到 包括說像超風 或是說像這個很多公司 在這邊晶圓店 在這邊都有 所以你把它形成一個說 封裝測試加上晶圓的這個公司 這樣子會比較合理 那另外一個 剛才不是有說南邊併入台中 事實上為什麼南邊 可以併入台中 主要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銅鑼這個地方 銅鑼這個地方 目前立基電要去那邊投資 立基電就黃沖人公司 他準備去那邊投資 約會是兩千八百億 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他往南的話 靠近三億工業區 然後再往南的話 後裏 後裏是台中 那後裏台中 現在誰在那邊投資 美光在那邊投資 所以如果你用科技的遠光 這個併入是比較符合 所以我們現在是用產業鏈來區分 如果我說產業鏈的話 是應該這樣把它拆開 那中間剩下一塊 就是荒蕪之地 那不是這樣 這是從產業面 但是這個 這是說目前我們科技的這個 廠的分布的這個狀況 好那講 講完這個分布的狀況之後 我再跟大家講一個 就是說這一次的這個國民黨 目前為止顯得有一點左之右觸 為什麼有點左之右觸 你看喔 這是因為原本的這個新竹市長 這個林志堅就說 我要提這個大新竹計畫 結果國民黨還有這個白影就說 你知道自己會選 有種就不要選 結果沒想到林志堅 人家真的有種 就真的不要選了 結果你知道 你就是怕自己輸啊 所以退選了 所以你就覺得好像 這算是轉的 話都是你在說了 然後我覺得其實你攻擊林志堅 一開始就不太聰明 為什麼 因為你搞的就是說好像林志堅 提這個提案 他就一定會贏 這張他會不會一定會贏 其實還不一定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2018年的這個縣市長的選舉 我們這邊抓出的是新竹縣 新竹市還有苗栗縣 好如果你光看新竹市來說 的確新竹市林志堅是很強 他有10萬7千票 贏了6萬票 所以贏了4萬票 可是你加入新竹縣之後 其實不一定 你看新竹縣當時的陽文科 拿了10萬7千票 那新竹市的話民進黨拿了7萬8千票 一來一回其實兩個差距非常小 所以你國民黨一開始就擺明說 李林志堅好像一定會上 所以你主張這個 結果李林志堅先給你推選之後 你不知道該怎麼主張 所以你現在反而是 現在國民黨尷尬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這個朱立倫就說 我要把新竹縣市加上苗栗縣 這樣合併 那苗栗縣大家說 那你是怕你自己會輸 為什麼 因為苗栗縣如果你把它加進來的話 國民黨在苗栗縣從來沒有輸過 他在上一屆拿了17萬票 那民進黨拿了11萬票 所以你把新竹縣市加上苗栗之後 你看國民黨可以拿34萬票 民進黨拿29萬票 所以保證什麼 保證是國民黨一定贏 所以這樣反而是原本 你要攻擊是民進黨的算計 結果現在反而是變成 民進黨反過頭來攻你的 你的這個算計 好 關於國內 大家非常關心竹竹病的議題 那麼這個林市長呢 也在政壇丟下一枚震撼 突然說他棄選 未來是不選了 目前跟我們在線上 就是新竹市長林志堅 市長您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想先請問一下市長 你是什麼時候蒙生這樣的退役 那麼產生這樣的一個 棄選的想法之後 包括了總統跟黨秘書長 有當面跟您談過嗎 這件事情不是蒙生退役了 促成大新竹合併升格這樣的一個 新意從來沒有變 那我會特別提出不參選2022大新竹市長 那是因為在上個禮拜五 這個立法院看到國民黨還有許多在野的政黨 透過因人設事的這樣的一個錯誤的說法 那誤導民眾讓我們所推動的這個地制法的修正 沒有辦法順利進負二讀 那這段期間從立法院一直到我宣布不參選這段期間 也可以看到國民黨彷彿在公投後找到了另一個戰場 藉由這樣的一個事件 那不斷的去對民進黨或者是蔡英文總統 或者是我個人提出了很多很多不實的這個抹黑跟指控 那對我來說最大的關鍵是大新竹必須合併升格 它有正當性也有急迫性 並且現在台灣半導體產業正在和全世界競爭 因為全球供應鏈正在重組 這是一個關鍵時刻 這是一個台灣半導體產業要持續領先 全世界最關鍵的一個時刻 所以新竹縣市的合併升格 對於未來產業的發展 尤其是國家戰略產業的發展 有其必要性和正當性 那另外一個就是 長時間因為台灣半導體產業蓬勃的發展 尤其在這兩年 2020到2021這兩年 更為顯著 那竹科從過去的產值一兆到現在的 將要突破1.5兆 這個比例這麼這麼的高 進入來 進入大新竹地區的從業人員 單單2021年就增加了6000人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這個城市它的生活機能 它的交通的需求 它生活的環境 不論是用水垃圾的處理等等 其實都越來越 需求都越來越大 但是因為我們縣市分治之後 不僅在區域治理效能降低 並且我們這個財源 不管新竹市或新竹縣 我們的財源都相對有限 那大型的大眾運運 到現在我們都沒有 沒有輕軌也沒有捷運 上下班都只能靠汽車 所以只要到了下雨天天氣冷 所有的人都塞在這個馬路上 這是一種時間成本的浪費 所以我一直認為 如果我不參選能夠促成 這個大新竹的合併升格 那我個人視角 個人視小 顧權大局就是我的想法 那當然我在這段期間 幾經思考 那我不希望因為我個人 是否參選 其實至始至終我也都沒有說過 我一定要參選 但是國民黨及反對的陣營 就利用這樣的方式 企圖把這個竹竹合併升格 把它污名化 所以我在這段期間 確實就想 我應該要在這個世上 做一個決定 市長您自己提出 是這個大新竹市的計畫 包括竹竹苗的議題 也被拿來這個大作文講 如果從這個半導體產業列 這個戰略的位置來說的話 您覺得納入苗栗之後 對於這個半導體的 整個產業的戰略發展 有什麼好處嗎 您的看法是什麼 我想要請教朱立倫主席 您是真心要促成竹竹苗的 合併升格 還是您是為了要阻礙竹竹的 合併升格 所以創造了這個所謂 2026竹竹苗合併升格的 假議題 我們談竹竹合併升格 是因為民意的支持 是因為國家戰略產業的需要 是因為我們要區域治理更有效能 所以我們認為有正當性且有急迫性 所以我們認為既然是對的事就要趕快做 那既然可以快為什麼要慢 那既然該做為何不做 那看起來朱主席你講的竹竹苗顯然就是 而且你設定的時間是2026 那我們就達不到為我們國家戰略產業 來給他們更多的支持 給他們更多的協助 並且我想請教朱立倫主席 您知道嗎 竹竹苗的合併 其實不管是新竹人或者是苗栗相親 其實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您知道苗栗相親希望和新竹合併嗎 我也要請教朱立倫主席 您知道苗栗的相親他們的生活圈是在哪一個區域嗎 你有沒有正視過他們的想法 所以我要回過頭提醒朱立倫主席 不要拿竹竹苗這個假議題來阻擋竹竹的合併升格 因為背離民意終將遭到民眾的唾棄 並且這樣的一個歷史的罪名 不是你朱立倫背得起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說這個覺得不太公平的地方 明明這個新竹這邊貢獻這麼多稅收 但是分配款拿到這麼少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整個村裡綜合所得來看 全台灣最好的在哪裡就是在新竹 竟然這個前十名沒有臺北市沒有首都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新竹縣是包辦的前十名的這個前五名 全部都是這個新竹縣市 平均數來看第一名 最有錢在哪邊 在新竹市東區的關心裡 在這邊 這邊的所得平均是兩百八十六萬 人均所得這麼高 那麼新竹縣這個竹北的中心裡 這邊是兩百三十一點九萬 那麼再來是陸陽裡這邊 陸長裡陸陽陸長裡這邊是兩百三十點七萬 那麼另外再來看到是這個東坪裡 東坪裡這邊是到了兩百二十八點六萬 那麼再來是寶山鄉這邊是兩百二十七點五萬 這所得大家看起來蠻高兩百多萬 但事實上跟之前來相比的話 有點這個掉下來的感覺 我想問一下吳老師你怎麼看 這一次新竹縣市所得就是這麼高 然後想這個高所得這邊可以合併 讓這個資源可以更加的整合 幫助我們臺灣接下來的半導體科技島的進展 你贊成嗎 你剛剛是贊成嗎 現在新竹市人口四十五萬 新竹縣五十七萬 加起來一百零二萬 坦白講那個人口數的確 還不夠格 升格為直轄市 但是他們可以先合併 就地區發展來講 合併的確是可以整合各種資源 那從經濟上來講 先把規模做大 然後這個各種資源 包括水電 交通運輸等等 住宅這些規劃 他可以先把整個大新竹的生活圈經營起來 然後等到將來他人口會增加 因為有很多人會牽進來 因為這個新竹這個地方 當初在規劃新竹科學園區的時候 我們去參考矽谷 把那個科學園區的景觀 城市景觀做得很像矽谷 然後很多在矽谷的科學那些專家 一回來的話 很容易適應 包括他引進那個什麼 雙魚小學 還有引進麥當勞 然後那個城市街道很像矽谷 然後小孩子回來的話 很容易就融入當地 當時我們規劃新竹科學園區的時候 也有這些巧思 所以大新竹這個地方 因為現在有很多科技新貴 所以他到時候說不定會開發出一些 類似洛杉磯的比佛利山莊這種高所得地區 然後很多如果這樣一來的話 那很多高所得的人可能說不定就往這裡集中 他可以分散大台北地區的人口壓力 因為大台北地區太擁擠的話 交通運輸都會塞車 那有一些人可能就分散到新竹這裡來 就近上班下班都很方便 然後如果那個戶櫃人口能夠幾個禮 像你這邊列舉的五個高所得的禮 都在這裡的話 那他將來有吸引力 然後這樣子我們看起來 自成一格 就是對 他的城市景觀 他的那個消費 聽說有一些奢侈品的專櫃跟我講 他們的東西在新竹賣得不錯 新竹的消費 所得這麼高 還有消費力 工程師這些科技高管都這麼忙 這個太太要幹嘛就是消費 對 譬如說我要買一些高級鋼筆的話 他說有貨 我說在哪裡 新竹 是這樣子 新竹那邊可能有一些消費人口 那我們現在看起來 如果把他硬要那個合併成升格的話 加升格的話 其實可能有點勉強 應該是先把人口吸引進來 所以他打造成大新竹生活圈 高所得的豪宅區等等 然後吸引人進來之後 以後要升格還來得及 像那個比頭利山莊一樣 對 因為很多奢侈品也進來 其實有錢人住的地方 不希望很多人進來的其實 所以他們現在可以優先 人口還沒有增加50%以前 先把新竹弄成台北的高貴地區 高級區 然後將來的話 那個用城市景觀 他們這邊會拜很多論壇 科技論壇 國際會議 科技展什麼的 這個地方還有發展空間 新竹市太小 他需要一些周邊的土地 所以合併是好 新竹縣市合併好 但是不需要把升格的問題 複雜化惹進來 我是這樣子建議 因為你不要去看說彰化 雲林加雲那邊 是不是也要比照 根本沒有新竹的條件 怎麼談比照 條件不一樣 對 條件不一樣 你看現在如果很多國際科技大咖 來這邊開會的時候 一進來新竹看 新竹很漂亮 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好 就是合併啦 不要升格 苗密也不要拿進來 你不覺得這樣有點複雜 潘老師我們一起來看 那真的要這個 要感謝我們的竹科 幫台灣 這個台灣之光之外 其實竹科今年四十一歲了 但老當益壯 你看銀縱還這麼高 對 就讓我想起前影帝 陳松永有一句很有名的廣告詞 四十歲還要多年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四十一歲 真的是 還在這個蓬勃發展 像年輕小伙子一樣 所以看一下 1983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營業額的話 30億 聽起來感覺很不錯 對不對 但是不好意思 現在成長了400倍 400倍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已經到了一兆2400多億了 而且這個其實 還是統計到2020年而已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 大家就會說 全世界呢 成功的 這個科學園區有兩個 其實也就是剛剛老師有講到 一個的話就是 Silicon Valley 也就是矽谷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我們的竹科這裡 那我們來談一下竹科 這個時候一開始早期在發展 在1970年代那個時候 主要就是我們金國先生 那時候是當行政院長 那其實呢 他是希望想要往這個方向呢 這個破壞這個國家發展未來 就那個時候呢 就找了那個時候的這個 徐賢修 有人認為他是這個 竹科這邊發展的 這個竹科之父啦 那他那個時候的身份的話呢 其實就是清大的校長 同時他也是兼那個 國科會的主委 當然現在是科技部 那那時候呢他就開始 大家都好年輕 對他就真的 然後大家就 你看那個時候我們講的 李霞同校長 那時候還那麼年輕 然後我們就看到徐賢修其實 那時候他其實就到處去考察 他也認為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也有去接近這個 矽谷那一邊 也就是你這個地方 要發展起來的話 有磁吸效應 很多的東西都會進來 另外的話 要跟大學有產學的合作 所以其實在Silicon Valley 就在矽谷那邊的話 有這個Stanford 有這個UC Berkeley 史丹佛跟伯克萊 那這邊的話 當然有台青交 那但是呢後來的話 我們看到這一張照片拍起來的時候 哇真的大家都好年輕喔 那個時候 竹科的話呢 適時再回首看 真的要感謝這些人 那一開始找的時候呢 其實徐賢修 那時候是校長 可是那時候竹科他們去市長 拍這個照片的時候呢 這個已經 毛高文已經當了這個校長 清大校長 那這個時候呢 徐賢修他就變成了 退了之後 他去當了工研院的董事長 旁邊的話呢 方便錫先生其實是這個工研院的院長 然後這個當然 張宗摩里森那個時候 其實還是通用電子的總裁 的身份在身上 潘元淵就厲害 他是那個RCA 美國無線電公司 那一邊的這個主任 他回來這邊 破壞整個 集體電路的發展策略 那個時候 你看好年輕喔 這邊的話是那個時候 清大的工研院院長 跟副院長 那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時候已經在新竹對不對 可是大家知道 一開始選址的時候 金國先生是主義桃園龍潭的 那個時候本來是 他臉要落腳在桃園龍潭 那但是他們發現 有一些軍工產業 可能要區隔開來 再加上他們覺得龍潭的腹地 還有要學矽谷 也就是要乾 要跟這個產學 要跟學這一邊 所以最後就落腳在這裡 來我們再換下一張 繼續往下看 我們就可以看到在1981年的時候 那時候鴻基設廠 對了而且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方先生 其實他後來的話 也就是聯電的第一任的董事長 也是在那個時候就進駐了 然後你看我們就講到 那個時候的話 就業人數才2000人 現在的話有人說 已經到了165,000人了 然後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哇這個慢慢的上來 而且很多人說全世界 台灣的話 這個代工非常的厲害 而且這也不是代工 是直接製造了 也就是說你電腦相關的東西 幾乎都是來自台灣 那另外的話 這個有7家廠商 現在已經快要600家 而且有人說第8家是哪一家 第8家就是現在股票在噴的 中美金環球金 那時候中美金進來是第8家 那時候他們還說 那時候剛進去圓圈 卻找不到路 全部都是黃土 那邊才剛開始在蓋而已 然後大家也是 這個閉路燃雨慢慢上來 但是遇到一波很大的問題是什麼 很大的問題是 那個時候糟糕 為什麼說從PC到IC 因為一開始 這都是個人電腦筆電的相關東西 後來產業外移 全部到大陸去了 到大陸去了怎麼辦 還好半導體的一些製整產業 而且走不了 所以慢慢的就開始發展 而且另外的話還有 你看 慶儀有沒有覺得 恍如隔日 有沒有 面板雙雄帶領 光電產業真正日上 你說是這幾天好像也蠻類似這種感覺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還有一些很大的重點 就在於慢慢的慢慢的突破照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大家就覺得 真的大家都跟著這個 雖然說我們不是住在新竹 但是也跟著竹科大家一起成長 之前說再過未來兩三年當中 我們的人均GDP有機會 就可以超越韓國 不過來看看目前以國內生產毛的GDP 來計算的話 韓國還是全世界第十大經濟體 這是國際貨幣基金 MF的最新數據統計 明目的GDP來算的話 南韓經濟在明年會連續三年 都是纏連這個全世界第十大經濟體 那麼事實上在二零一八年 他們到這個第十名的時候 在二零一九年跌到十二名 那麼從二零二零年之後呢 又回到這個第十名 而且基本上可以連續三年 那麼也認為在韓國在這個 目前的整個衰退的一些情況 已經是反彈了 所以才可以殘連第十名 我想問一下慧珍 這個以這個經濟報告來看的話 覺得韓國經濟還不錯 但是聽說現在韓國的經濟內部是千瘡百孔 很多的問題 現在大家甚至非常的緊張 所以要趕快找中國來求救 對 這很有意思 我們都知道現在要年底了 明年的新年新希望 大家一般來講 不管是國家或企業 這個明年的目標很重要 就沒想到韓國他們的一個所謂的經營者總會 他們發現說韓國到目前為止 就是三十人以上的企業 竟然有高達三分之一的企業 沒有訂出明年目標 而已經訂出明年目標的三分之二的企業 竟然有高達四分之三 目標是希望活下去 那麼坦 你就心裡想說怎麼會明年的目標 應該要設個真正日上 怎麼會明年要活下去 你看我們明年台灣的企業多有目標 對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知道上一次講說 我要活下去 定為企業目標的是萬達 像萬達不知道死去哪裡去 所以你就知道說 當一個企業或一個國家 他的明年目標是要活下去 結果他們內部出現了一個很多的問題 那最主要是從幾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層面是 他們雖然今年GDP高達4% 但對於明年韓國自己內部展望 大概就有3%多 主要是認為這個明年呢 這個美國的FDA他們宣布 可能要FED的FED宣布要升息 那FED要升息的情況之下 會牽連到全世界的央行 也會進一步在貨幣政策上 會開始朝向一個比較緊縮 他連帶影響的就是包括他們的股市 以及他們的房地產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的資金的一個放 跟鬆之間的一個政策 而當他的資金開始趨向一個緊縮情況之下 企業要投資就會比較緊張 會比較省慎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 會進一步的影響到他們的一個投資比重 那後來其實韓國企業講這麼多 目的是什麼 希望你韓國政府可以提出一些相關的誘因政策 讓企業可以放膽願意去投資 那在這個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就知道講到韓國企業要看的是什麼 就是要看到三星 那三星的一個新團隊呢 他們竟然要設了一個叫做中國革新小組 什麼叫做中國業務革新小組 原來是呢 根據2021年呢 三星的手機在全世界市在內是第一名 但是在中國卻只剩下一趴 一趴不到一個情況之下 你就知道就是說 三星的手機在韓國在中國這個部分 其實真的是節節敗退 那事實上除了三星手機之外 他們有去調查 包括他們的一些什麼電器相關的一個用品 也是一樣呈現一個衰退的現象 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 僅以手機來講 三星在中國的市占率2014年還高達大概有兩成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到現在目前為止 已經降到了一趴左右 那其他如果放大到其他的包括電器相關的產品之外 你也可以發現他們現在三星在全世界市占比重 最高的其實是在美洲 美洲地區高達33% 再來呢其實是歐洲19% 沒想到中國它這個非常市場非常龐大 但是在整個三星裡面比重裡面 竟然只有16%其實沒有想像中來得多 但是因為中國畢竟是人非常多 所以中國不管是要買或是來到你韓國去買房地產 對於整個韓國來講 其實中國勢力尤其是中國的購買力都是不可以小觸的 但是來看一下韓國人是真心想這麼做嗎 八成的企業根本心裡想說 在中國我們是差別待遇 是被當作這個二等這個公民來看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中國這邊的 對於這個韓國的一些發展 韓國的企業他們調查出現發現 這個在十年前的環境來相比是更惡化的 包括哪些政府的風險佔了百分之三十八 那麼包括了這個是第二個是在這個 中方區對這個對待國內外企業的差別性 還有中美貿易的這一些問題的加劇等等 還有這個監管還有生產成本的上升 那麼差別待遇上哪些覺得差別待遇最多呢 他們說第一名就是審批程序方面 可能就卡卡卡 之前這個對韓國的一些禁令 基本上你要做什麼事情就是你怎麼審怎麼等 就是等不到 那百分之四十二的這個韓國企業認為 這個兩國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兩國領導人要穿梭 趕快做些外交 趕快做一些後續的談判等等 這是韓國人的想法跟願望 你覺得有可能嗎 當然是很難 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韓國是這樣子 對於中國的購買力 不管是在中國市場或是中國人 跑到韓國去買房子 都是他們不可小覷 這也是為什麼對於韓國人來講 中國因素其實相關重要 你先看這個數字是什麼數字呢 其實就是今年呢 就是已經在韓國買的公寓的外國人裡面 你可以發現其實呢 一萬三千套裡面光是中國人 就買了超過八千多套 而這叫十年前也就是2011年相比 竟然是成長了26倍 在2011年的時候呢 中國人在韓國買房子 大概只有385套左右 那從這就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對於韓國人來講 中國人的這個購買力是不可小覷 你因為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呢韓國政府呢 在與美中大戰之間 其實你會發現 他有點舉棋不定 一方面是想要跟美國走在一起 仰賴美國的一個軍事的一個保護力 另外一方面又左眼在中國龐大的市場 又認為說其實中國人一來呢 其實韓國人就發大財 那因為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發現了 他有點卡在一個中間 那文在寅上來之後 也向中國提出三部承諾 包括不參與導彈防禦 然後呢 以及禁止追加部首導彈 一個相關的預算 最重要的意思 不加入韓日美之間的一個同盟 今天突破萬八 所以人多嗎 半導體人超多人 爆多人 你知道什麼 對不對 大家對於這個萬八這個行情 越越預示 關鍵是什麼 那也來關心今天的 談古論經 這邊我們就先一起來看 我們是台股真的很強 就說這個萬八的門 真的很不容易開門 但是門一開的話 哇塞 感覺一片樂觀 萬里無雲 真的有這麼好嗎 台股今天真的蠻好的 今天等於是收在這個最高 一八一九六 接下來萬九 兩萬對不對 兩萬喔 誰care兩萬 單數不吉利 現在不care 萬九了 對對對 不要看單數 單數不吉利 兩萬 吳老師多少 兩萬四 兩萬四 還有沒有 兩萬四 第二身 兩萬八 兩萬八 那就三萬啊 三萬 開心喔 那我們的GDP應該就不只這麼低了啦 對不對 但是萬八之後怎麼辦 你知道嗎 我今天早上已經幫大家找好解答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半導體展 就是今天開幕 我早上才去 好不好 馬上帶起來 OK 今天早上才去半導體展 半導體一展 這個半導體就開始 這個 我朋友上禮拜有去什麼 一片暢望了 光電展 雖然上禮拜沒有突破萬八 光電展沒什麼人 今天突破萬八 這人多嗎 半導體展超多人 爆多人 你知道什麼 對不對 大家對於這萬八之後行情 越越欲失 而且是什麼 半導體 半導體很關鍵 對啊 2021這一幾年 我們記得上半年的傳產股很好 我們想說 電子股才是台灣的 我們的命脈 什麼時候電子股歸對 什麼時候大盤就起來 真的耶 沒錯啊 足足病 關鍵是什麼 就是科技園區啊 對不對 所以電子是關鍵 所以結構已經出現改變囉 回到正軌了 電子比重突破70 對啊 很多人上半年才玩的時候 還以為說 台灣有電子股嗎 他們不是航運國家嗎 台灣就海洋國家 鋼鐵王國嗎 我們就海洋國家 一片海洋 感覺我們都是航海王 沒有我們才是電子王國啊 所以我們電子比重重回70 不是突破 以前正常就是70 很久沒有回到70了 所以它重新回到70 就在這個半導體展開始的時候 很關鍵 所以外資圓越可能會回歸 因為它放假完以後呢 態度感覺有點轉變 因為去年外資大賣超 今年外資也大賣超 而2020年的年初 起碼要改變一下 對不對 錯了兩年了 對啊可能會 事不過三 會扳 變成買超 那就行情不一樣囉 那半導體展就這個 對不對 會開始什麼 會在拉指數 因為半導體都是重量級的全值股啊 所以很重要啦 所以那本土法人呢 剛好它就做這樣 就到這個年底 對做完了 它可能就休息 因為很累了耶 12月都在拼 外資休假都是本土法人在拼 拼到績效 很多人的績效是奧斯卡獎的 對啊 史詩般的一個績效 對啊 那拼到總是要休息一下 觀望一下啦 對不對 所以說小心股 可能就會開始休息啦 反而是什麼 外資為主的中大型全值股 就有機會表現喔 所以法人買進的基歐股 在你1月的時候呢 就會有機會 尤其是外資為主啦 所以小心股要開始休息了 大家手上的持股 可能要做一些調整 沒錯 對啊 所以我們說我們來看喔 這個是電子指數 它突破了一個大三角收斂整理 以後呢 一個小三角 拇指 拇指結構喔 對不對 又再度突破 電子股是什麼 率先創下歷史新高 對不對 很明顯呢 就是電子股往前衝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龍頭台積電 還是溫溫的 那個聯電也還是溫溫的喔 而且看起來可用之兵 還沒出手喔 如果出手還得了 那最大的關鍵就是什麼 成交比重 終於回來了啦 上一波 電子王朝是台積電帶動 從400多一口氣衝到670 對不對 那時候電子比重 一度衝到多少 80%喔 最熱的時候 後來台電休息 大部分電子都休息 換誰 換航運接棒 看電子比重 一直下滑 到三成 到三成像滑嗎 對不對 這麼龐大的企業 只剩30%的成交比重 對不對 但是最近怎麼樣 又開始慢慢的回來了啦 最近已經站穩7成 所以你選股要很明確了 你不要說 航運獲利很好啊 但是成交比重 暫時沒有過去 還不是說沒有行情 暫時沒有行情 資金暫時都跑到電子了啦 這股市裡面 股市裡面就是你要靈活啦 現在已經回到這個電子股的比重很高了 那船產當然相對應就是低了 對 我們剛剛看到電子股創新剛剛 船產股 還在橫向整理 完全沒有他的事喔 對不對 所以可能他等電子表現完之後呢 船產才會有機會做補漲啦 那你看船產最重要的是誰 航運股 航運 對那我們來看 航運股他也是相對 這部小白不開心 就是航海網跟這個鋼鐵人還在套 對他還在套啊 但航運已經反彈一段了 不是沒有彈喔 整個船產股很弱 但航運股已經 反彈到嘛 我們規劃這種規劃的那個弱勢反彈 那個0.382 所以他可能還有空間 但是 初步的反彈力道已經用盡 所以資金就 撤出啦 那可以看到這個 航運的成交比重 之前 以前什麼 航運股的整項比重 就是5-6%而已啦 對不對 那幾年年出一個大行情 一度衝到多少 50% 真的我們是航海王國嗎 50% 比重都在航運股啦 那隨著航運股休息以後 航運股這幾千比重 跌破什麼 跌破10% 沒有資金 對沒有錢 當然就沒有什麼大行情 所以 船產航運呢 可能都要休息一陣子 所以我們要 以電子股 當作我們未來的一個主流 OK 電子股怎麼選 我們待會來看 我們先來看這個美股 是不是有所謂這個七年魔咒 還是非常關心 這個美股跟臺股連動 七年之養 婚姻中有 股票中有嗎 一九七三年 那時候是石油危機 一九八零年的時候 美國經濟衰退 一九八七年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股市一個大崩壞 一九九四年的時候 大家這個歷史球員 那時候有個再次很大的危機 二零零一年比較近 最近二十年大家不要感覺了 二零零一年就是網路泡沫 那兩千零八年太可怕了 三九五台股那時候 金融海嘯 很多人就就此人生笑不出來 那麼二零一五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那一年蠻多事情 都在危機 希臘最慘烈的時候 還有中國股災千檔跌停 就是發生二零一五也是加七 那再加七 哎呦 剛好就明年耶 就明年耶 是啊 明年剛好我們之前有講過 明年就要什麼 要升息 而且二零一五最後的那個十二五季 就是升息 美國那一年就是升息 發生了一大堆事情 二零二也是升息年耶 對啊 而且這一年有升息年 又跟這一年很像 這一年可能是圓女咒 都是講一個三五年後 才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明年美股會出事情 所以可能還是會有動盪 所以那個U 那個U是什麼寫的 小寫U 小寫U是U到後面還會往下 大寫U不往下 他今天暗示 他是小寫U 小寫U後面是垂直的 後面是垂直的 他不是打W 他是U就這樣 垂直的這樣 然後就沒有上去 他可能是誤會 那個小寫U的意思吧 還是他看得這麼差 我不知道 但是的確明年要擔憂一下 因為明年 我們剛講萬物通膨 所以明年升息壓力是很重 而且這個 一旦升息 你的資金 就有成本 那你物價成本又高 那消費率如果跟不上來 你就壓力大 因為明年的美國的補助 就告一段落囉 所以你又沒有錢 東西又變貴 然後利息成本又高 所以明年是有一大段的考驗 要來面對 但短期上 是很熱 所以感覺明年波動度 應該蠻大的 其實在股市面 投資也不用怕 股市其實不怕牛 不怕熊子 怕豬 就怕股市不動 有動的話 有本事的人都可以賺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外資的動向 但是短線上有沒有問題 但暫時沒有 那為什麼敢說 外資1月份有可能歸對 因為外資12月份暫時休息 但是可以看到 12月份 外資這個綠色什麼 外資的空單 就是借券賣出餘額 最近一個月是從 1080萬張這麼多 一路下滑 到最近什麼 1000萬張 減了多少 80萬張 所以外資通常他做多的時候 他先把什麼 空單先回補 所以當過空單回補的時候 他的做多的態度 就會比較明確啦 所以說明年1月3號外資歸對 像今天外資已經買 外資放假 昨天買100多億 今天買200多億 這叫什麼 在度假 他打電話叫人家 他的那個 那個值班的 趕快多買一點 所以看起來外資 已經有偏多的態度出現了 所以我們幫他挑 外資 外資買什麼 空單先回補什麼 這個都是過去60天 過去三個月外資空單 很明顯在回補的標的 如果他回補了以後 現貨開始買超 你就特別留意囉 外資的態度都是 先補空單 然後呢 補完空單 再來做多 那一些都是可以買的嗎 都是有機會的啦 如果外資開始買超這些標的 重點是外資現貨要開始買喔 空單補完 現貨開始買超 空單喔 特別表示 他空單先補完 他可能什麼 開始就要明顯做多啦 所以我們來看 他的另外一檔 也是什麼 華邦店 一樣 他的借券賣出 也是明顯的減少喔 對不對 像這種就是 這個時候 低檔的時候 外資都還是看不好 低潤喔對不對 看不好的時候 空單當然最多啊 隨著指數直穩 他的空單也是一路回補 所以一月後 這些中大型 群創跟華邦店 都屬於中大型的全值股啦 所以一月後如果 外資開始回頭買這些 我們剛才講的 空單回補的標的 我們就可以留意 他可以成為 一月份的行情 這圈賣出是可以一個指標來看 對 這是華邦店的走勢圖 我們可以看到 投信是在低檔 就開始一路買進喔 一路鎖碼鎖到高點 投信都沒有賣喔 但是外資 最近開始慢慢的轉為買超 重點是融資 還在低檔喔 對不對 散戶根本沒有買喔 所以籌碼轉交到外 籌信跟外資 如果外資 開始買超更積極 那行情 我們就可以留意一下了啦 好 好 另外我們要跟大家講 我們昨天有講 這個包括現在是季底月底 這個作照 還是年底的作照行情 三重底行情 對 有很多事情 你並不知道 阿哥要唱給你聽 對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這是最近最紅的一首歌 我們真的不知道 他有這麼多事情 很多事情我們都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保護自己 對不對 不要被受傷 還有多少事情我們不知道的事 每個人都很多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 對不對 那我們唱給大家聽 這有很多交易的觀念 對 阿哥宿幾次交易 才學會活力 標故鄉滿天信心 但幾當會活力 我邁進 會當君仙知己 有活力 就加碼至今 若虧瞬 若虧瞬 出場 卻沒有懷疑 你想要問我 為什麼要出情 我堅持不能說 放任你哭泣 你的淚滴像傾盆大雨 碎了滿地 算了我來告訴你 我不知道股票下跌啥原因 我只知道跌破月線有問題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今天新造型 新歌 新歌 對啊 他不能出來 我暫時出來擋一下 擋不了 越成越好 真的有在練 這裡面學到就是 女生只要哭得像傾盆大雨 就會告訴你 對對對 就趕快告訴他 不然受不了了 對不對 所以跌破月線是有問題的 所以今天給大家講 雖然行情很好 但有些股票也是不行了 對不對 所以跌破月線 你還是要賣 所以給大家一個 今天要告訴你的事 是月線超環法 大概行情就一個月 最多兩個月 對不對 月線就20天的均線 所以就可以操作 一到三個月 航行當然可以做到三個月 這麼久 所以這麼簡單 月線以上 你才能看多 這個是元泰 做什麼 電子標籤的 是今年的很大的主流 你可以看到 他從兩個月前 就一路往上走 已經走兩個月了 都還在月線以上 對不對 這個綠色的就是月線 時日線就是 你要佈局的位置 你看這個地方都不要追高 對不對 你一追高很容易就討勞 你就受不了 一賣掉 他會開始漲 對不對 所以等他回檔時日線 你再買進 沒有跌破月線 你就沒有賣掉 然後就賺到錢了 對不對 如果說賺到錢了 你好要加碼 就在靠近時日線再加碼 每一次時日線去買進 第一很安全 第二都有機會怎麼樣 上車 所以這個就是時日線 他有些標股 他可能一去不回頭 那我們就放掉了 所以不是每檔國標都能賺 我們就賺 我們屬於自己的行情就好了 但是如果跌破月線你一定要賣 對不對 我們來看這一檔就知道說 跌破月線真的有問題 這個是VHQ 他這個地方 月線你像看 你說阿哥我沒有做多 對不對 站上月線 好你要做多 好便宜啊 跌到十塊好便宜 你把它去買進 可以啊 但是跌破月線 一定想都不要想 你就要賣掉 你看一賣掉沒多久 他發生什麼事 他繳不出財報 因為是負子了 公司禁止已經變成負子 一口氣跌到多少 跌到下市了 然後就變幣子 像連幣子都不給你喔 對不對 直接就很庫存 就直接消失掉了啦 所以多的是 你不知道的是 跌破月線 我們就要先避開尾宜 OK好 這個操作應該是這個 可以提高勝率 而且避免這個損失的 沒錯 給大家上 前進新世界 Money大自由 我們繼續帶您前進 美中如果開戰 恐怕會造成毀滅性的世界 財經繼續陪你一夜看天下 美中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是不是有可能真的有 有一天會一觸即發呢 我們先來看到 為了對抗中國 拜登在這二十七號 已經簽署了最新的 二零二二年國防授權法案 那麼這個法案會授權 七千七百億美金的 國防開支 同時也建議國防部邀請 咱們臺灣參加二零二二年 環太平洋的軍演 那評估臺灣的不對稱的 戰力跟進一步的強化 這很明顯 就希望可以聯合來 這個進一步的來牽制中國 那麼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我們來看這個前北約的 這個最高指揮官 出了這麼一本書 二零三四 就讓我想到這個時間序列 一九九五任八月 這樣講年齡就曝光 當年這個小數也非常之紅 那這個小數點出的時間 是二零三四 說什麼呢 那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麼就是說 如果到時候習近平跟拜登 為了臺灣大打出手 那麼這將不會只是一場局部性的戰爭 可能會從南海切農 那包括了美國 還要包括我們臺灣本土 那麼會先請了 因為這兩個都是核武俱樂部 會先請一場非常可怕的 毀滅性的戰爭 我想先是中共明星來看 這種毀滅性的戰爭可能性有多少 因為這一次國防授權法 好像做了一些超前部署 沒錯 實際上這個拜登剛簽的 這個國防授權法 那這一次呢 是在參眾兩院 都是用壓倒性的比數通過 那這個二零二二年度的這個財政的 這個國防授權法 裡面來說的話 授權了七千七百億美金 供美國政府所使用 那裡面來說 有幾個跟臺灣有關的 第一個包括說 像他這個在條文裡面 有非常多條都跟臺灣相關 說要邀請臺灣參加2022年的這個年度的 還太平洋演習 同時之間來說的話 為了要防止 中國入侵臺灣變成是 佔領臺灣的既定的這個事實 他會評估說 他要發展臺灣的不對稱的這個戰力 而且要進一步跟臺灣 加強軍事的合作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包含七十一億元美元左右的 太平洋威脅倡議法 這些都是在意在增加這個盟友 對抗中國的這個實力 所以這次的國防授權法顯然 他雖然沒有明著說是對抗誰 但是大家都知道說 他明著是要對抗誰 其實非常清楚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目前的美國政府 在做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倒是讓盟友有一點擔心 我們剛才看到了 七千七百億的國防授權法 讓盟友安心 但是這件事讓盟友擔心 他們在做什麼 因為他們有一個新的 這個核戰的這個戰略指標 核武的使用的時間點 他們說我們要限縮 核武的使用的時間點 那我覺得這個合理 因為避免說 有插槍走火的這個狀況 我也怕死好不好 對啊 你一旦核武打下去的話 那是完全地球是毀滅 沒有回頭路 然後他規定說 使用核武的唯一的目的是在 現在阻止和反擊敵方的這個核打擊 你要限制跟阻止 那萬一對方已經攻擊你了 那怎麼辦 所以比較嚴格了 對 就有點被迫防守 對 防守這樣一個狀況 這個一個下來還有辦法反擊 對啊 所以很多朋友看了就擔心 哎呦 老共搞不好就直接打過來 你還要 你還要阻止跟反擊才有使用 那怎麼行 日本最擔心 對 日本 那當然日本很擔心之後 於是最近我們看到都 日本的這個防向 岸信夫 他就跟這個 中國的魏鳳和國防部長在談 在談一些事情 他們做了一個視訊的這個會議 那雙方就同意說 最所謂的東海爭議的島嶼緊張情勢 就是要設立所謂官方的這個熱線 那當然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 釣魚台這個島嶼 那同時也提到說 台海和平穩定 對日本的安全很重要 我們到最近其實日本政府 都有大規模的報導說 萬一這個台灣有事的話 美國跟日本 對 日本就有事 所以美日會同時來支援 這個都非常清楚 所以他就說 我們會密切關注這個台海的局勢 所以看起來的話 在美國跟這個日本的這個核心的利益裡面來說 台灣始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家倒是 對台灣的短期安全是可以放心的 但是呢 事實上大家最近期要討論一個東西 就是香港 解放軍在香港軍演幹嘛 對 因為我們知道香港的立法 要嚇誰啊 立法會選舉剛結束 那選舉結束之後 你看這一次解放軍 他們在怎麼 他們在香港的昂船舟大橋這附近呢 也就靠近香港的海域 他們進行所謂的三軍聯合的這個 這個巡邏 就是陸海空三軍聯合巡邏 那當然就被人家意在說 我是要威嚇香港的這個市民 因為香港剛舉行了這個 立法會的這個選舉嘛 所以好像就是說 欸 我把你控制的屌屌這樣一個局面 好 那事實上外媒都在報導啦 目前這個香港呢 有可能會從過去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 會變成所謂的警察的社會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事實上主要就是說 因為中國最近呢 弄了非常多法案 包括說像國安法 國安法來說的話 他有一個溯及既往的言行 可能說你五年前講到違反國安法 你可能要被抓 所以這個國安法 看來是一個非常大的這個條 條文 那包括說像這個 之前的這個戰衆運動之後呢 現在很多集會自由的權利 已經被剝奪了 另外甚至是你公公平審判的權利 很多法官呢 是由港府直接指派 那可能審判的結果 對那些所謂的受刑人或是受害者 的確是不利的 另外就是代表權 因為我們知道過去的立法 立法會的這個代表權來說的話 現在是規定只能夠用愛國的中心人士 才能夠參加立法會的選舉 所以等於是說 這個中國用了非常多的條文跟法令呢 剝奪了所有的香港的這個自由 所以未來的香港人才會那麼擔心嘛 那回歸到我們股票面市場 其實我知道你一定有看到 香港的股市是全世界最弱的 最爛的 對顯然大家都很擔心 習近平上台以後 這個一大堆股市漲翻了重新高 香港還在跌 因為為什麼 因為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 所以為什麼 資金在跑 人在跑 那當然代表說香港失去了 民主自由法治之後 香港就不是過去那個 我們認知的這個香港 然後最近中國又是說新語又來了 有白皮書說 為什麼對香港關懷干涉這麼深 為了要挽救香港 挽救香港的民主 我相信大家聽到這個就覺得說 哇聽不懂 這個民主白皮書就說 我們這個介入香港的事務 是因為香港沒有民主 我們要帶給香港民主 大家覺得這個莫名其妙 那為什麼會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事實上在過 他們當然就批評說 過去香港是沒有民主的 但是香港真的是沒有民主 事實上我們跟大家講 香港沒有民主 其實很大一部分也是中國的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 紐約時報曾經報導一個長文 叫做北京曾經多次反對 港英政府引入選舉 什麼意思呢 事實上在這個香港 尤其是二戰結束之後 香港的歷任港督都想推動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可能 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推動讓香港能夠有獨立自主的 這個民主的制度 那甚至是說可能說 讓他們譬如說有選舉 這樣的一個狀況 結果沒想到 中國當時的總理周恩來 就告訴英國的一名軍官說 任何在香港引入 哪怕是一點點自治的嘗試 都會被視為非常不友善的陰謀和舉動 所以以後的十幾年的時間裡面來說 沒有港英的這個政府 願意為這個選舉制度 導入多做一些努力 那是因為你中國的威脅 不過到最後的時候 還是有人做了 叫彭定康 彭定康當然怎麼做呢 他就說 我們在選舉所謂的30名 這個立法局的委員的權利 我們就交給香港全民的這個政府 當時也被中國當時反對 中國當時是移交這個 事務主管的這個高官是魯平 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你這樣做的話 等於是就引入了這個民主 類似自治跟民主的這個制度 到香港裡面來 所以當時雙方有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交火的這個局面 但是最後彭定康 還是推動了 讓香港民眾直接選舉30名 立法局的委員的這個法案 還是讓他通過 而且還舉行了 結果舉行了之後 你看中國奪氣 中國就把彭定康定位成 在歷史上 要成為香港的千古罪人 你都知道彭定康 在中國大陸的眼裡是這樣 因為他引入了所謂的 民主自由的制度 讓香港民眾去選舉 30名立法局的這個權利 結果沒想到 你今天又回來說 港英政府哪有什麼自治權 哪有什麼民主 是我們要救你們的民主 所以你又要讓人覺得說 從過去的歷史看來 你就覺得說中國大陸的說法 真的是讓人家有點 啼笑皆非的感覺 OK 謝謝市長哥 我們來看 那麼現在這個美中之間的這個戰爭 除了科技戰之外 有可能是不是個實體的插槍走火 那我們剛剛看還有二零三四的核武戰嗎 這個時間點 英國有可能變成中美之間的調停人嗎 現在美中關係 為什麼越來越緊張 包括了美國政府 因為人權問題 已經說了這個東奧 這個北京 習大大最重視的東奧 他要進行抵制 那麼習近平就很生氣說 這個中國會採取 堅決的反制措施 那麼另一方面 美國英國澳大利亞 簽了一個保安的這個條約 你激怒中國 中國來看 這就是大家一起在這個削弱 這個中國在南海的影響力 那麼包括臺灣 要不要獨立於中國 美國指責這個新疆的這些人權問題 也有種種的分歧 那麼想請英國出來調停 這有可能會成功嗎 事實上拜登現在真的非常的緊張 潘老師我們一起來看 不只這個美中之間關係緊張 他自己國內的問題也很大 我們知道拜登民調不高 但是沒有想到有遭到這種程度 現在傳出來 他榮登四十年來 美國最糟的總統 對啊 贏過川普 沒有錯 其實外面的仗顧不了 因為家裡面的火滅不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最近有人看到 這四十年 哪個地方這麼結束 最糟糕 這個四十年來有七位的美國總統 結果果不起來 大家其實最喜歡的是歐巴馬 然後百分之三十五的人認為 他是最棒的 然後接下來第二名竟然是雷根 雷根總統 所以他跨行斜槓也是蠻厲害的 然後百分之二十三 結果更令人覺得詫異的是 川普竟然是第三名 他還贏柯林頓 怎麼會這樣 當然他們其實美國人常常喜歡這樣 他們很多鍵盤的那個B的按鈕都壞掉了 就是因為兩個bush 他們很生氣 川普可能會因為這個調查說 我要再出來 有可能是這樣 對不對 Great again 然後他就back again 另外的話 他也不孤單 為什麼 因為老布希跟拜登 兩個都隆登 3%的支持率 怎麼會是這樣子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當然有人說 就是你的國際關係 跟你自己國內的問題 然後你提的一些東西 國會又沒有很支持你 但是有人說 他不是有一個副總統 大家會覺得形象也還不錯 而且人挑腳也不錯 就是賀錦麗對不對 但是最近竟然有人 不知道是故意要人家燒家 他竟然沒事就問賀錦麗說 你覺得總統是不是都交付給你一些很不好做的任務 那當然我覺得賀錦麗他也很大氣 他的意思就是我是副總統 問題會到我手上的一定是棘手的 如果很簡單的話就不會到我手上來 所以他其實是還蠻認真正向的來看待 這個拜登交給他的問題 例如說南部邊境的問題 為什麼突然講南部邊境的問題 記不記得川普留下來 I gonna build a world The great world 他不是說我會弄一個什麼 什麼進一個大的牆嗎 就這個東西 我發現應該有人說 怎麼丟給賀錦麗 所以你是不是要挖坑給他跳 那但是我們也不用講挖坑給他跳 因為其實呢 Joe Biden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國內的這個支持度 怎麼會插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然後這一對要繼續站下去 這也沒有錯 剛剛是不是說我將再起是不是 我這個第三高的民調真是不容易 雷根跟歐巴馬的話 暫時的話也不知道他們會講什麼 雷根應該是不可能 那但是重點就在於說 我們有一句俗話是說什麼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那如果國有兩老呢 就有一堆火把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我們就講 大家說他之前選內任的時候 就已經擔心他這個 這樣子對不對 那當然他其實是政壇長青術 大家也都知道有目共睹是沒錯 但是大家畢竟會擔心 那如果說2024年 真的還假的 那但是呢 他有個很大的重點 不要小看男人的拼鬥事情 沒有錯 而且更大的重點去 有什麼事情會想要讓我更想選呢 什麼事情 就是再看到老大 沒有錯啊 對不對 他就說如果他要選的話 我就更想選 但是我們也知道嘛 這個川普的話也不是沒要生逃 他也是鬥雞的個性啊 但是他竟然竟然說 哎呀我現在很難批評他 他稱讚他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沒有川普投顧之後 美股還是創新高 這倒是真的 那但是我們在看到這個疫情的部分 因為竟然啊 我剛剛為什麼看了笑說他們是火把 他們真的很可愛 因為其實 川普他其實上陣之後 馬上在疫情上面的作為 就跟之前川普領導的政府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就很正式這個打預防針這件事情 結果呢沒想到大家記不記得一個星期前左右 川普竟然在他們在一個特殊的公開場合 他竟然說我已經打疫苗了 而且我連boost 我連這個boost 第三劑我都打了 哎台下的人就不可思議 為什麼因為共和黨一般是antivax 就是是反疫苗的 哎啊你怎麼你怎麼莫名其妙就打了 而且連第三劑都打了 哎 Joe Biden這邊就開心了對不對 而且呢白宮就突然 就也就出來說哎我們感謝啊 感謝這個這個前總統對於我們疫苗政策的支持 所以呢其實因為在美國很多不打疫苗 超過六成以上是共和黨的人 哎結果你這個怎麼會 目前共和黨的這個還算是很厲害的真實人物 你怎麼會出來說你已經打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很有意思 哎如果2024年真的要選的話 應該也是蠻有趣的 但是有趣歸有趣 我們還要正視他們選後的問題 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個其實衝突是讓人覺得非常憂心的嘛 國會大廈對不對 哎那但是我們看另外一個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哦 我們看到這個微軟的表格 那也是前世紀的首富 他其實他也有講到一些對未來世界的樂觀 例如說我們這個股票相關的概念股 也是一直漲 他覺得明年的疫情就差不多 另外的話 那元宇宙他很看好 他比較擔心是民眾不相信政府 很難度過一些難關 沒有錯 他是看到了什麼嗎 對這樣的重點就在於說 哎不信任 而且民眾跟政府之間的不信任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時候的話 當然當然拜登這邊已經登場了 可是呢這個川普他一直說 他們偷掉了原本那一場屬於我們的選舉 而且接下來國會大廈流血衝突 甚至有人這個生命就損失了 對這幾個個別表達看法 這樣串起來好像是有這共通性 對這有一點恐怖 二零二是有可能 然後他說很擔心民眾不信任政府 這時候CIA這邊調查說 好像二零二四年美國會有內戰 那這個問題的話就來了 我們怎麼樣跟大家講 來我們剛剛不是施聰哥有跟大家說嗎 二零三四年中美沿著南海把臺灣捲進去 有人就會說不好意思喔 比你猜的還要早十年 不用到二零三四年 二零二四年就頭大了 他那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是內戰 對沒有錯當然也是一樣啊 這個火都是燒在自己院子裡面嘛 對不對 支持率低又內戰 那不是不完蛋了嗎 到底怎麼回事喔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CIA平常就會 這個會縱觀全世界 會調查哪邊內戰的這個機率是高的 那但是他們卻不看自己國內 因為他們其實是不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那但是他們就有人擔心了 為什麼特別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如果真的他們在二零二四年要再戰的話 那個時候川普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 而且他們其實國會要通過要認證 這個拜登當選 那個時候不是流血衝突嗎 所以他們擔心這個事情 那但是呢還沒有完喔 他們有三個前退休的將領 他們就撰文在Washington Post上面發表 就是說這一種政局的動盪 讓他們真的很懷疑 二零二四年是不是能夠平安度過 好我們剛剛是不是跟大家說 其實CIA在全世界都會去評估哪邊的內戰的這個機率是高的 那他們不會評估自己國內 但是如果我們把他們評判的標準 來看一下美國 符不符合呢 他們會認為喔 引發內戰有兩個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 這邊的話呢 是屬於民主體制 但是他是辦那個制度還沒有很完善的民主體制 欸 美國應該不是這樣子吧 可是他們認為在那一次的過程當中 流血衝突是不是已經讓他們自傲的這個民主的精神跟價值 是不是開始崩毀了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他們這樣還算民主體制沒有完善喔 很奇怪對不對 那當然反過來講就是極權 你說北韓應該不會有內戰的問題吧 金小胖誰敢 誰敢 所以其實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就是 國內有沒有政治在皆由種族宗教 來操縱一些政治的議題 決舉政治利益 欸 想一想的話 他們竟然認為美國可能符合喔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的話呢 看他們是不是真的還有那個精神在戰江湖 但是更擔心的是 不要看到全世界 因為2024年很快 只剩下一年而已 因為接下來 好啦 一年又幾天 所以呢 其實希望不要有戰爭啦 就不管是他們美國 或者是全世界都一樣 小說看一看就好啦 真正演變成內戰或世界大戰就慘啦 真的 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啦 謝謝潘老師 因為我們之前也講過說 美國現在通膨壓力非常之大 那麼化解通膨怪獸的一個solution 一個解決方法 可能也是戰爭 輸出很多 那這個就可以把這通膨壓下來 但希望不要發生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來看看 這個在人民之間的戰爭 美中之間的戰爭 也在繼續當中 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個迪奧有沒有 會說我們這樣暗黑戲版 大家說入華好可怕 精品怎麼變這樣 現在竟然翻箱倒櫃 把這個舊帳翻出來 這是兩年前的 在中國的這個食品的這個品牌 也有入華的問題嗎 兩年前的舊案欸 我真的覺得他們真的心裡有入華 看什麼都入華 你知道嗎 你剛剛提到這是兩年前 2019年一個品牌大廠 食品大廠 你叫三隻松鼠 他們的廣告 你看看起來覺得還蠻fashion的 對 而且時尚啊 而且很有那種上海風的感覺 對不對 你知道哪裡入華嗎 那有入華嗎 主要是兩點 第一點 他說這個 摩托兒長得咪咪眼 然後說是什麼 刻意醜化中國人啊 奇怪他們家 他們中國都沒鏡子嗎 那你自己照鏡子 多數人都其實長這樣有什麼問題 而且長這樣算是非常漂亮的 滿有特色的啊 對 第二個 他說哪裡入華 有沒有看到有個杯子 有沒有看到桌子上 有個小杯子 對 右邊那個小杯子 有bar那個小杯子 他說這個杯子喔 上面有偽人 上面有偽人的頭像啊 所以不敬入華 莫名其妙 你知道嗎 真的是要找理由 哪裡都有理由 你根本看不出來 就看起來像孔子還什麼的 你就覺得莫名其妙 可是我跟你講 我用火眼睛睛 幫他看了一下 我真的有發現 可能疑似有踩到他們的 一個粉紅 小粉紅的心碎哪裡 衣服上平等 有沒有看到 平等兩個字 我們通常在平等後面 就會加什麼 自由 所以的意思 是不是代表著 誰跟你平等啊 我中國共產黨 永遠高人一等 怎麼可以讓你講平等 然後你平等之後 你要幹嘛 你是不是要爭自由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也許潛台詞被人發現了 所以他覺得你有入華 然後呢我覺得這個 女魔非常倒楣喔 她就後來被人家鎖定了 你知道 她叫蔡娘娘 她說什麼呢 她說我眼睛小 就不配做中國人嗎 長這樣子就不能當模特兒嗎 所以現在眼睛小等於入華 對啊 她就說你這樣子眼睛小 就等於是符合銀河西方人 對於東方美的要求 所以你們是刻意的 你們是入華 然後呢這個人真的很討厭 她說難道我出生那一天 我就在入華嗎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說這件事情 已經讓人家覺得說 已經有點無限上綱 所以蔡娘娘也就不客氣 直接在網路上跟人家對唱 她說什麼 她說愛國我舉雙手贊成 但事事要上網上線 就是一種病態 其實她講的還蠻有道理的 那因為現在已經莫名其妙的 其實你看她本人 我覺得她真的是蠻有特色 然後現在就說已經莫名其妙的 把這一種咪咪眼 就等同於入華情況之下 我跟你講 最有趣的來了 你看這個也被入華 更莫名其妙的是什麼 你現在又不准人家整形 中國又不准人家去醫美 那長出小粉猴怎麼樣 就網路上現在就有人說 難道我一出生就是小咪咪眼的 我就被活活給弄死嗎 不給我一個生存機會嗎 所以這件事情 你真的會讓人家覺得 非常不可思議 真的是躺著也中槍 那現在這個除了長相入華之外 現在連過節日 也會有入華的問題 現在我們就知道 請幾天是聖誕節嘛 就有一個藝人呢 叫和傑的 他也不過就在他自己的 那個就是社群軟體上 PO出他過聖誕節的一個畫面 結果你看網友又炸鍋了 我們不過聖誕節的 希望你不要犯罪 如果本來就不太讓他們過這些聖誕節 但我覺得這次是更嚴格啦 這次好像是廣西的這個教育局 還發函過師生是禁止的 以前那個是有點灰色地帶 但大家就是不太敢過 因為怕這個 招惹一些麻煩 但這次是越來越嚴重 而且很好笑是 他說看完長津湖 還過平安聖誕節啊 然後呢 後面那個網友回的更有趣 他說孩子問我 為什麼今年不買聖誕樹 我說聖誕老人送禮物的過程 得到COVID-19死掉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這個時候 小粉紅心很 好可憐的小孩 對 心很脆弱 小孩的陰影很大 什麼樣的事情 都可以跟入華扯上關係 那事實上 我在我也開始 就統計一下 最近凡是 國際品牌大廠的入華風波 後來發現 哎呦 只要是扯 你長得出名號的幾乎都入華 H&M我們都知道 因為新疆的事情 另外那個都選Kabana 不是也是因為 就是他也是一個模特兒 然後弄得比較是那種時尚風格一點 結果也因此 而且那個模特兒是拿筷子 拿筷子吃意大利麵的 結果這樣也被罵 說什麼 你們用這種 故意用吃筷子的方式 看起來好像很詭異 故意在那個貶低中國文化 連用個筷子會出事 你真的是不可思議 後來那個設計師也火了 那個設計師就直接怒嗆 就說你們真是country of 然後就一個黃金 那個黃金是我們在地上可以看到 那個黃金的符號 就這件事情 整個小粉紅也炸鍋 就說你現在是誰 說哪一國是差國啊 那張子儀呢 女星張子儀 甚至就用這個 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聲 說這個你的屎掉了還給你 反正就開始贏 到最後那個DNG也是一樣 出面道歉 那除了這些歐美品牌大廠之外 竟然連韓風啊 韓國我們都知道全世界最強的那個韓團 BTS 之前竟然也因為有一個致詞 有所謂的入華的風波 什麼致詞呢 就是在那個韓戰70年的時候呢 他們BTS的一個隊長 他就出面 在那個美國的一個致詞典禮上 他就說啊 70年前 韓國跟美國 共同的經歷了一個痛苦的一個戰役 這句話你覺得有什麼不對嗎 對 這個有什麼問題 結果後來中國人說 上次70年前打韓戰 我們中國是站在你韓國這邊 去打美國的 結果你跟他 共同經歷痛苦回憶 那什麼意思 那代表著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是用熱臉貼你的屁股嗎 這樣也入華 就搞到後來就說 你們那個在中國賣的上面 有一億的市場 有一億的 我告訴你 你們要讓他們道歉 就人家BTS也不是開玩笑 人家畢竟在全世界 人家一個單曲 24小時點擊率突破一億 所以人家好像從頭到尾都沒有 道歉 我們看中國現在到底怎麼了 這個感覺 今年真的是風聲鶴唳 寧可挫殺 也不可挫放嗎 現在整個言論 或思想的緊箍咒 就連自己人都不放過 沒錯 事實上最近 現在中國在展開 新一波的叫網路的這個清朗行動 那這個清朗行動 裡面這一次是針對 所謂的自媒體 你的自媒體 如果你是不符合國家的規定 譬如說輿論的要求 要配合黨 或是說你有什麼網路的水軍 或是用黑資料 各式各樣的太過誇張的言論 他就可能把你封戰 那這次封戰的是誰呢 在12月20號有一個號稱 有一億的中國軍事米 還有憤青的集中 叫鐵血社區的網站 宣布觀戰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大家就說 難道是那個什麼 常常在寫什麼 日本政經美國驚嚇 那個網站嗎 沒有錯就是那個網站 他就常常寫一些你看 什麼打破英美壟斷 中國創造出第一個 然後此國夠狠 他就常常用這種 這不都是幫中國自己 大外宣嗎 他想說那不是都幫 就一億軍事迷 戰狼的小說 也從這裡出來 是啊 那想說 那不是在幫中國打雞血 在鼓勵中國 那怎麼會把它查封掉 隨便寫寫開心就好 原來就是說 因為他寫的有點太過誇張 可能是這個鼓吹過頭了 反而是偏離事實 我們講 甚至網站成立在二零一年 那中國十大的這個 獨立軍事類裡面來說 他名列榜首 甚至他還有一個非常有名 兩千零二年的時候 那時候太過 太多的小粉紅進去 其實你知道嗎 把他的網站擊爆 當機 當機之後他會說 那些小粉紅就說 那我們捐錢給你們網站 去買這個伺服器 大家太想看了 所以你看網路上流行的 什麼美國將什麼 領領 將領金呼 這個中國不可戰勝 這種就是出自這個鐵血網 那鐵血新浪還有軍事頻道 都是他們這個黨的老巢 所以照理來說 照理說這個是黨的機器 另外一個 你剛才提到的重點 就是戰狼系列 事實上戰狼系列 也是從這邊出來了 那不只戰狼 包括中國很多原創的這個 軍事網路小說 都是從這邊出來了 包括兩千零一十年的這個 開年的大戲雪報 就是改編自他們的鐵血網的 這個原創小說 特戰先驅 另外一個包括說像戰狼系列 這是由這個元老作者 這個董群操刀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這個幫中國在做大外宣 或是在鼓吹這個人民武力很強 好棒棒的這個軍事網站 結果被插掉 對 他覺得說那到底是 是在演哪一齣戲 事實上可能中國目前要檢討 到底還可以寫什麼東西啊 東西吃太多共同富裕也不行 不是 你寫的可能太過誇張的時候 搞到什麼 搞到政府沒辦法收山的時候 那時候你就可能要下台負責 除了這個鐵血網被關之外 所以他也是因為這樣退休 老胡嘛 老胡對不對 我們台灣民眾都很熟悉 胡錫進嘛 對不對 那胡錫進其實今年 年中就有傳輸說他會退休啦 那最近其實就是說 我已經辦理這個退休手續了 不再擔任這個環球時報的 這個總編輯的這個職務了 那麼事實上他過去就是以戰狼外交文明嘛 他就是這個蠻 就是講得非常非常的激進嘛 他曾經自己說他是黨的看門狗 他說黨媒體應該是為黨和國 這麼了解自己的狀況 對 他說媒體應該是為國家還有黨 利益的這個看門狗 但是他怎樣做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這幾年的時候 惹了非常多事情 人家就說你一邊叼盤 一邊給習近平挖坑 為什麼這樣講呢 你看譬如說像 我們這個台海的問題裡面 他就說假設美軍來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的這個人民解放軍 就要飛過台灣的領空 美軍來了 你有沒有 你沒有 那這個中國這個 顏面無光 他提前下令 對啊 你講了很多事情 你都沒辦法做到 你反而讓習近平挖了一個坑 對 那最近為什麼會退休 我跟你講 是因為彭帥的問題 為什麼因為彭帥的問題 結果他WTA不是說 要請這個彭帥出來發言 結果沒想到 胡錫進居然在Twitter那邊PO什麼 他說WTA剝奪了彭帥的言論自由 他這樣一講說 反而被群起工資 說你怎麼這樣子做 所以導致整個移錄的風向 對中國相當不利 他就說就是你 胡錫進搞了這個鬼 所以為什麼他會退休 因為彭帥的事件 讓中國到無法搜刷 甚至你看美國很多國家 都要抵制你的東奧 所以他就被迫他就離職 好 那事實上我們必須講 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這胡錫進真的說話非常有分量 有分量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各國的大使 就是說我可能這個美國的大使 或日本大使 要到中國的時候 都要跟他拜碼頭 那要先來跟他收銀子 就說你怎麼樣 我們目前怎麼樣 那他的消息直通中南海 就詮釋黨的意志 這個從什麼地方看得出來 2016年那時候有個南海的仲裁案 南海仲裁案的時候 結果當時新加坡 並沒有表達任何一件 結果胡錫進就在環球時報說 你新加坡一次要把這個所謂的 2016年的這個南海的這個綜藝案 你要寫進那個當時的這個 這個外交的這個公開的這個報告裡面 結果沒想到 新加坡政府說沒有這件事 結果新加坡政府跟這個胡錫進 兩個在那邊打水口的時候 中國政府居然出來說有 有這件事 那為什麼這個知道 這個明明是外交失誤的事情 為什麼胡錫進會知道 所以就是黨方消息給你去當打手 中國的原則是他這裡最寬 對 所以就放給你去當打手 你都能講 因為他就是打手 打手的最大好處就是 我什麼都可以講這樣子 但後來講過頭了 對 另外一個他什麼 他就是用力過 真的 我覺得他這方面算有才 對 用詞是相當好 他的用詞 他的文字其實很厲害 聲盟有力 對 你看 譬如說我講 我們台灣最有印象深刻 美軍到達的時候 就是解放軍要飛過台灣的時候 這個聽起來就覺得非常厲害 另外還有什麼 保守講 澳洲不是有一陣子 跟中國在那邊吵嗎 對不對 他說澳洲就好像 連在腳底的這個口香糖 怎麼甩都甩不掉 他很會講這種話 但是問題是他現在怎麼樣 因為今年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 我們知道前一陣子 不是有李光滿有一個說 一個一場變革正在進行之中 響應這個習近平的共同富裕 結果沒想到 他當時沒有抓到這個重點 他沒有響應習近平的共同富裕 反而是那個李光滿的文章 名滿天下 所以就說他可能就是 已經不再是習近平認可的第一把手 但是我必須講 其實環球時報某種程度來說 他過去並不是這麼生硬 環球時報在一九九三年成立的時候 他其實當時是講一些花花草草 講一些八卦 那後來為什麼變成是政治 主要是一九九八年 當時這個美國不是誤詐南斯拉夫的這個大使館 結果他們就用這種民族主義的這個文章 開始寫之後 整個在中國開始大爆紅 甚至兩千年的時候阿扁當選總統的時候 胡錫進當時就在環球時報 你就批評這個阿扁 所以導致說他在中國大的這個變成是鷹派的報紙 那點閱人數非常高 甚至胡錫進自己都說 這個習總書記也是我們的這個文章的愛好者 他說二零一六年習近平去視察這個人民日報的時候 就特別說這個環球時報我每天都要看 所以但是過去他是這樣子的風光 但是今天對比 因為你戰狼外交過頭的時候 習近平也沒辦法幫你收拾的時候 那就只好換人做看看了 話說太多話說太快說得太開心 現在就不能讓他再說下去了 好另外來看我們這邊要稱讚小粉紅 很關心時事 這個從地上關心到這個外太空去 那麼小粉紅發現什麼事情 他說哇這個Elon Musk 你注意一下你家的Space S 這個太靠近我們中國了 要碰磁了 對啊其實天上的東西也得管管 是不是很認真 對沒有錯真的 不過這個倒是真的要這個嚴重的面對 因為這其實是個很危險的事情 我們說飛機不是很害怕空中接近嗎 那你說在天上的太空站跟衛星呢 沒想到之前不是說俄羅斯把這個報廢的打掉 然後讓國際太空站的太空人也去躲嗎 在這邊你看中國自己的太空站也跑去躲 為什麼你看緊急迴避 為什麼因為SpaceX你的衛星管一下好不好 怎麼來離我這麼近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那大家就會有人覺得很好奇 就是說其實因為他們在太空上面 在天空上面其實都是有一個軌道在上面的 不是說飛行器到處亂飛的 對啊 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 你有軌道在運行 這個都是經過精密的計算跟監控的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不經意的這個空中 好像突然要撞到一樣 因此就有人說啦 你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是不是故意的 那如果我是故意的 那我跟你撞我到底有什麼好處 這個問題就來了 因為他們發現未來的話呢 可能天空會很熱鬧 大家記不記得低軌道衛星前一陣子 現在是不是也還在紅 好的 但是重點就在於 那你打那麼多衛星上去的話 那我怎麼偵測 我是不是跟另外一個物體會靠近 我如果偵測到之後 我有多少反應時間我可以閃開 我如果閃開了之後 我又如何再回到軌道當中 所以呢他們就有人推測 這個伊隆馬斯克他非常聰明 他就派他SpaceX Starlink裡面的這個衛星 然後靠近一下 看一看你Malanchina的這個功夫 到底到哪裡 探一探你的底 看看你閃不閃的開 看你閃的開之後 回不回到自己的軌道 不過我覺得應該沒有那麼複雜 應該不會做這個事情 真的不小心撞到的話 其實是非常危險 而且其實太空在裡面是有人的耶 那但是啊至少也告訴大家 不是在路上開車要小心而已啊 沒想到在天上啊 東西來跟你空中接近啊 也是很恐怖的事情 好啦 那但是呢 來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那但是呢 除了這個事情讓我們擔心之外的話呢 還有很多的事情都會 都會讓我們擔心的 那讓我們擔心的事情的話 其實還有 我們不是說嗎 伊隆馬斯克他其實非常厲害喔 他呢 竟然就得到了我們很多的地方 就是Person of the Year 就是2021年的年度人物 來 畫面上有沒有看見 哎呦 不錯耶 那個年度風雨人物 還拍了定妝照 有沒有看見 欸 感覺有點點 那髮型不太一樣耶 不太一樣 而且呢 感覺年輕一點點耶 講中文啊 中文練這麼好啊 到底是什麼回事啊 結果不是的 這個人啊 是道道弟弟的 土生土長的大陸人 跟他這麼像 天啊 真的還假的 所以就是說啦 會不會是之前有人這邊 用deep fake 用這個deep fake 用馬斯克轉他可以演這個 這不是故意 是不是故意去換臉換來的 但是大家覺得實在太像 真的很像 有沒有發現 但是你看他那個樣子 配那個髮型 特別是配那一口中文 我覺得看起來有一點 詭異的感覺 但是問題來了 馬斯克這個人很可愛 但網路上竟然有人 馬斯克唯一授權的圖書 我將發送給大家 很有趣吧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聲音跟那個臉 那種很不搭嘎的錯落感 真的非常有趣 重點是在於 大家把這個影片 竟然就傳了 傳的 傳給馬斯克自己看耶 大家覺得馬斯克看了以後 是什麼感想 他應該有反應吧 他竟然說 我可能有 沒有華人的血統 怎麼會這麼可愛 你沒有華人的血統 你是南非 還有這個加拿大的 他自己也覺得很像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蠻鮮的 這個有趣的 但是你在這麼有趣的人的手底下 做事情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痛苦啊 有人覺得真的是痛苦 不如去賣披薩 不如來賣披薩好了 我們不是亂講的 不是說出來賣肉 不是這樣啦 他們出來賣披薩是真的 他們前工程師他們發現 其實不管是在怎麼樣的大企業 或者是現代環境當中 食品業的要把東西賣掉 消費者要買到東西吃 中間的這些美食快遞的話 大家都辛苦 大家賺錢都很累 他們要想辦法 用他們的腦袋來解決 就是做出披薩機器人 對披薩機器人 而且這個披薩機器人 還是可以放在卡車上面 可以再來再去的 而且他們已經開發出來了 從麵皮加配料 然後弄這個醬料 然後再放進去烤的話 大概五分鐘 在趕的時候 可能不到一分鐘 秒出披薩給你吃 他是用發射火箭的精神 類似那一種概念 這太快了吧 他們過去確實是 在跟火箭的發射 有一些連通 電池有關係 他們就把他們 在工程學上面的 這一些東西 然後就把它放到 這個披薩裡面來 然後就放到 做披薩這件事情裡面來 所以沒想到 很多人都會說 放棄高薪 然後來開一家小店 放棄高薪來賣個披薩 可是他們原本的技能還在 就是又這樣子 他們重點應該是 賣披薩機器人 確實是這樣子 好 那現在另外一個問題就來 來來來 我們剛剛講到 Elon Musk的話 因為有人選他是 person of the year 就是這個 很多的雜誌票選 他是這個年度 2021年的年度風雨人物 但是都已經是全世界的了 那為什麼德州 突然要談這個呢 因為 而且還宣布 馬斯克進入 這個達拉斯城堡裡面 講到年度德州人 對 要在德州 確實是這樣 好那現在問題就來 對沒有錯 庆一剛講到重點 因為他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小時候呢 父親的話 在南非這邊 然後母親是加拿大人 然後後來的話呢 他到這個加州的矽谷 來這個發跡 所以他變成這三個國家 的這個國籍都有 那但是也不會是德州啊 為什麼德州要特別票選他 對沒有錯 庆一剛講到重點 因為他的總部落腳在這 他的家當都給他搬到德州去 對沒有錯 而且他不是把他的房子都賣掉 然後住了一個小小的 那種組合屋嗎 對不對 我覺得他也很厲害 這個真的是 有錢的想法 跟做事一手就不一樣 我既然來這邊的話 你知道他做什麼事情嗎 我來這邊以後 敦親慕靈 敦親慕靈 來捐錢 有沒有看見 這一邊 這個醫院研究 兒科癌症的兩億 然後呢 人家兩億他自己就五千萬 這個捐款數太少了 他的財富不成平 不然就是捐美金 來接一下 來看到你看 學校捐兩千萬 然後呢 還有對這個縣市也就捐錢 所以重點就在於 因此有人覺得說 我覺得這個 達斯城堡也是很厲害 我只說你入選 但是重點就在於 有一點強化 你就是要在我們這邊落腳 在我們這邊落腳 我覺得那種感覺很有趣 好那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有 person of the ear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既然有什麼 他也上封面了 我們還有scoundry of the ear 這個字不是好字 這個字是惡棍 是惡人的意思 可是這個臉很熟耶 這是真的人 不是機器人 雖然有時候有點像 好 結果這是誰 Mark Zuckerberg 這個不是臉書嗎 然後改成叫meta嗎 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家知不知道 他們這個網站 大家要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好粉喔 選他是最大的二人 沒有錯 他竟然說 為什麼 他當然得獎 有得獎的理由 他得獎的理由 竟然是說 他創造了 the worst 還有most damaging website 最爛的製造最多傷害的網站 就是他創的 他在講什麼 就是facebook 因為你在裡面 有一堆有的沒有的公結 跟一些假的訊息在流通 你什麼事都不做 然後就賺錢 然後接下來你看 他裡面吹哨著 裡面的員工 裡面的員工 Francis Hawken 他就出來講 很多東西就一直要顧著公司的成長 那也知道有很多 我們剛剛講的假訊息 跟有一些東西在背後的煽動 所以現在問題 這個雜誌不是Elon Musk辦的吧 他之前也笑他說你搞什麼meta 誰會把螢幕澄清掛在臉上 這倒是真的 所以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新的一年還沒來 可是對於Mark Zuckerberg來講 大概是前景是有一點堪率 清滿優美的 我會獨自非常的安好 是這樣子 老師 我們來先講那個普丁這個 你怎麼解讀 中共自己唱好自己 這個可以了解 這個是算的 可是普丁這個話是很妙的 普丁是這樣子 你注意他那個話裡面有問題 這兩天還流來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中國的這些新經濟科技產業 恐怕是更是心涼到不行 很多的這個遊戲股在創新高 那麼遊戲股的這些員工 這個是年終領的寶寶寶 帶起來看看百度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遊戲部門三百多位員工被大裁員 幾乎整個部門的員工是通通被滅頂 那麼直播業務這個百分之九十的員工也被裁 包括什麼這個政治經濟 這些全部的這個部門 通通都被裁 我想問一下 這個吳老師到底中國在幹嘛 現在有點看不同 我們說這個中國經濟經濟 本來就是充滿了危機很差 那民間投資 包括這些很多老闆有錢人到直播主 通通都被這個重錘 那麼現在這麼多人突然在年底的時候失業 民間消費也會被影響 中國的經濟到底何以為繼呢 習近平在顛覆我們的經濟學認知嗎 沒有啦 這個百度相當於中國的谷歌 他是搜尋引擎的那個大公司 那他現在呢 我們看出來他的那個年度收入 還在跟去年同期比有成長 但是他已經感受到壓力 所以他現在要開始瘦身 他百度自己的說法其實是業務調整 就是說把一些部門裁掉 一定要說業務調整 他把一些部門裁掉 像那個遊戲部門 然後呢他要增加那個人工智慧這個部門 那個自動駕駛類似這些 然後呢可是這個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這個涉及到一系列的企業的這個失業問題 那這個失業問題呢 失業草呢 我們看出來從補教業房產業烈酒業 還有外送業很多行業嘛 都出現這個失業的問題了嘛 因為監管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監管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他突襲式 他好像對那個民營企業突襲 對 因為什麼 沒有預警的突然一直命令下來 對 就是很韌性很突然 所以呢他這個 我們講產業政策也好還是怎樣 他這個政策的不透明性跟不確定性太高 打擊了民營企業的信心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個他現在業績不好 訂單不好 他當然會收編嘛 會裁員嘛 所以現在是沒錢賺嘛 然後接下來呢 就算有錢賺 共同富裕來了 對 你要被什麼 被共同富裕被捐款 就是你必須要五億十億不夠看 要一百億兩百億不夠看 要一千億對不對 像那個馬雲不就聽說捐了一千億嘛 阿里巴巴被划了一百八十二億之類的 所以你看 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沒錢賺 就算了 有錢賺也沒好日子 所以好像有一家企業說 把未來幾年的那個獲利全部捐出來 等於準備白幹活一樣 那這個產業監管共同富裕 然後接下來還查一個東西叫查桃漏稅 藝人網紅直播對不對 查桃漏稅 所以你可以晃晃面面看出來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產業問題 而是中央財政壓力太大 在搶錢 是 吳老師之前我們就算過 中國是才沒什麼錢 那你把錢大家搞得都沒錢 這個怎麼過下去啊 對對對 他這樣搶錢的結果 他是殺雞取卵是不得已 你什麼說殺雞取卵嘛 你遇到沒辦法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個背後的壓力很大 手機跳牆就對了 對背後壓力相當大 然後現在會發現這個 你現在這個部門因為監管 因為這些政策的變動 你裁員 你的裁員以後會讓就業所得下降以後 你的那個消費能力下降 其他企業的營收就下降 他們也只好裁員 所以第一波裁員會引出 惡性循環 對 會引出第二波裁員 然後惡性循環 所以中國經濟展望會因為這個失業危機 實體經濟部門的話真的不樂觀 是這樣來的 所以投資消費都下來 這兩個最重要的引擎嘛 對 你講的惡性循環就是重點了 對 他會一直陷入這個惡性循環 第一波裁員帶來第二波裁員 因為你讓別的企業的營收獲利減少 你少吃一碗牛肉麵 牛肉麵店的話收入少了 他就少買回照 回照店的收入少了 他可能就是少買衣服 類似這樣子的 他會外溢出去 然後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失業潮也會變成政治問題 對 會影響到那個穩定 然後現在普丁明明看到 中國經濟在貿易戰跟疫情之下不好 然後他居然還給他唱好 他唱好的 普丁的預言也真的看不懂 這個時候 我們都說這個中美關係 這個應該中國壓力非常大 天下為中 他竟然說呢 到二零三五到二零五零的時候 以一切的標準來說 中國都將會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 而且他說中國經濟已經超越美國了 那麼現在美國一連串的動作 就是為了這個要設法確保 中國無法從對手這邊展露頭角 他說因為中國太強了 要趕快壓抑他 事實上已經超越了美國了 有這麼厲害嗎 那我們另外來看這個正確日報網 這個中國自己的這個官方的網站 那這邊寫的新聞是說 標題叫做中國經濟人將風景這邊讀好 哇塞 這個文字其實還蠻文青蠻優美的 會讀字非常的安好 是這樣子 我們來先講一下普丁這個 你怎麼解讀 中共自己唱好自己這個可以了解 這個是算的 可是普丁這個話是很妙的 普丁是這樣子 你注意他那個話裡面有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這樣 他講的是二零三五到二零五零年 就是十五年到三十年後 對 然後他等於是把目前中國經濟的增長率 把他直線延伸 這叫直線延伸 就是說現在百分之五百分之六 將來一直演算下去的話 多少年後就會經濟規模夠大 超過美國 直線延伸是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二戰結束後 和平時期的經濟發展 都有所謂周期都有階段 日本最早他六零年代的時候 成長率12% 後來百分之十百分之八百分之六 台灣接著七零年代 台灣百分之十二百分之十百分之八百分之六 不可能一直高速成長 現在百分之十都很困難嘛對不對 那接下來韓國也是十二百分之十 八分之六百分之六 那中國接棒高成長嘛 然後從百分之十二百分之十百分之八 現在百分之六保不住了 要百分之四了 今年是第二慢的 對 所以經濟發展它是有階段的 這是第一個 他直線延伸這個不對 第二個 他講的是購買力 我要跟各位觀眾講 千萬不要去相信購買力評價說 為什麼 因為貨幣買的 那個一攬子貨物不一樣 你拿美元的話 你可以去 紐約的那個麥迪順花園廣 看那個NBA總決賽 你拿人民幣有這個貨物嗎 沒有 你拿美元 可以去看那個美國的那個 譬如說那個電影 還是去看大聯盟比賽 還是去那個百老會看秀對不對 你拿人民幣有這個 一攬子貨物裡面有這個東西嗎 沒有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相信購買力 後來人民為了補救這個缺點 拿那個大賣客 各國的大賣客都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拿這個來算那個失職費率什麼 所以購買力評價這個是很有問題 他就貨幣所買的對象 那個一攬子貨物 當作它的購買力 而這個一攬子貨物裡面 並不是一樣的 所以不要去相信購買力這個說法 再來一個 中國現在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要跨過所謂的中等所得陷阱 中等所得陷阱的話 有一個關鍵就是你要從模仿改成有創新能力 透過模仿建立自己的創新能力 結果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現在是一個問號 雖然他們有很多新的那個玩意兒出來 新的那個創新出來 但是你可以看出來晶片過不了關 還有很多的東西它是竊取科技 包括華為 從西方國家去竊取很多技術 包括那個飛機的那個 它那個商用飛機的那個引擎 戰鬥機的引擎 那個都不用辦法自己做 所以你要知道中國現在卡在沒有辦法跨越創新的這個鴻溝 來跨過中等所得陷阱 所以它能不能持續成長是大有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普廷也應該知道這個事情 我覺得它是硬要講 硬要跟這個中國現在這個這個拉好關係 但是一個是軍事強國 一個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他們兩個真的可以一起這個變成好朋友 過去也曾經當敵人 一起來聯合抗美國嗎 那我們講為盟友嗎 有可能嗎 不是沒有可能我講重點 俄羅斯在一些小地方 無傷大嫌的小地方支撐中共 把中共推去餵美國這一隻野狼 然後美國美中對抗的情況下 美國就會從以前的聯中置疏 轉成現在聯俄制中 然後俄羅斯希望美國一件事情 北約向東擴張的時候 不要把烏克蘭放進來 不要在烏克蘭邊界擺重兵 所以普丁要美國認真看待這個事情 他已經向美國提案這個事情 所以他在加壓力擺重兵 那美國如果給他好處的話 他就收兵 然後他現在唱好中國是要給中國底氣 你就跟他幹 這個意思是這樣子 然後他實際上怎麼樣 他實際上跑去印度 把本來中共要買的軍火 包括那個S-400那個飛彈防禦系統 中共已經早就下訂單 他不給 印度來買馬上給他了 然後他親自跑去印度 跟他莫敵擁抱握手 習近平要跟普丁見面 普丁不見 然後普丁跑去跟印度 很多老狐狸 然後支持印度完了之後 他去支持印度跟越南 做那個海底探勘 天然氣探勘 然後就跟中共的九段線 有一點點重疊 他去支持這些 把手伸入南海 對不對 然後他還去那個 陪中共的艦隊去繞日本一圈 讓日本有理由去加強他的軍備 所以其實普丁做的事情 戰術上挺一下中共 讓他有底氣 戰略上他是站在美國這邊 要跟美國拿好